地拖棍保健系列 OK 地拖棍保健系列 先介紹這個 大家都經常見到的 這個東西 立體的3D月位經絡 今天運動是關於下腰背 下腰背有很多月位 其中一些在旁江經 後面我們主要做些皮書、衛書、三招書 腎書、氣骸書、大腸書之類 總之是在下腰背 下腰背有很多重要的位置 用了滾棍 除了下腰背的疏鬆之外 我們還可以書中一些手部 現代人坐很多 我們很少做運動 坐得多 腰骨痛 腰骨痛 我們通常用骨筍墊腰 其實很可能是因為坐的位置 尤其是現在的椅子 椅子、桌子、電腦 其實是不太合適的位置 現在很流行人體工學 買得很貴的桌子等等 其實最重要是你坐的位置 說說你坐最重要的是 膝頭不要高於屁股 你坐的時候 膝頭不要高於屁股 不好意思 就下椅子 你坐的時候 膝頭不要高於屁股 不要翹腳 你對座骨是影響很大的 你的左骨歪 其實你的寬關節是歪的 其實會影響到腰骨 腰背痛等等 加上做電腦經常都這樣 你向前趴 因為現在做事 你坐在桌子上 你經常會烏烏的身體 拿東西 拿東西 做完之後就靠下 沒有什麼腰骨 對腰背 很辛苦 就是比較大的負擔 這個地拖棍 保養系列 今天是說 做這個動作 有棍 有背脊 滑 滑 不是壓下去 你其實是放鬆的 因為你的手原理上 如果這樣 你拉口 被一條棍過 其實你的手自然就會垂下 一定會在這裏 所以它的重度一定會夾 會夾著那條棍 OK 然後又滑 這樣滑呢 除了可以滑到腰背之外 還可以這樣 如果低一點就要這樣 你看到我呢 其實我一直都會用那個 我不是用手 我會用前臂來錄 前臂有很多穴位 譬如說 比較重要的就是 內關外關 還有很多穴位 在前臂上 前臂的穴位 是比較重要的 那些圓穴 就是那些手臂 手陸經那些圓穴 比較聚氣的位 就是手 特別是手腕的位置 這樣滑 就這樣滑 那你就會內部位 轉一下它 即現在 就是用手背 手背錄 又是好像腳 那樣 你就可以用到 可以錄到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圍住 錄到很多腳 變成你同一時間 在按摩腰背 和手臂 開始 腰背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呢 手臂 你對於一些 比較敏銳的人 可能有一點刺痛的感慮 那你自己就著玩 那如果你有疑問的話 你就問醫生 那我又覺得這樣 還有呢 做的時候 鬆肩 因為我玩太極 所以鬆肩沉爭我當然 就不會這樣 輕鬆鬆 你見我肩膀也不需要抬起 除非你是想抬高一點 除非你是想抬高一點 抬高一點 我都不需要抬起肩膀 就是這樣 這樣 都不錯 這個就 不過如果你 譬如說手怕痛就沒辦法 或者會紅 或者會有些刮沙的感覺 血液循環好一點 按摩到穴位 手的穴位 內內外不外 按到腰背 都挺舒服的 可以試試玩一下 OK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上我的Facebook 按讚一下 去我的網頁看看 或者在E-mail留言給我 如果你在Sini的話 你也想學一下的話 歡迎你報名 這裡有很多東西玩的 有 太極拳 氣功 Reiki 尤其是 穴位按摩 拉筋 智慧術 都有很多東西玩的 下次再見 下次再玩這支冠軍 OK 拜拜 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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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